最近在與雲爆爭議不斷 然後有點政治反駁 我覺得今天來到這個萬里漁會 其實我們所有的漁民也好 我們所有的農民也好 都常常在講說 我們可以推動綠能 風電太陽能 但是不能夠傷害漁民 不能夠傷害農民 第二 你這個綠電本身的價格 今天這麼高 然後比台電本身發電 幾乎就是兩倍 那台電今年就要虧損四千億 這些都是全民的荷包 那大家都不能夠接受 那真的要說清楚講明白 而民進黨整個把綠電 當作他的禁籃 當作他的大金庫 光一個我們知道綠能小公主 他老爸就一個人 是十八家綠電公司的董事長 我想這時候全民都在看 然後他的資源就變成民進黨派系的資源 等於是派系大發財 綠營大發財 然後掏空全民的荷包 這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 今天我們所在地就是綠農小公主 應該要服務的地方 但是事實上在這邊不管我們的漁會農會在地 這畢竟我們都很清楚 都是我們在地的議員廖先祥 未來我們的立法委員 他們長期真正生根服務的地方 今天到了賴清德的家鄉 那郭正亮覺得說 侯友宜的民調現在追上柯文哲的話 反而會有利賴清德 其實我們在長期來觀察 侯友宜的民調 他現在也逐漸回到原本他該有的民調 因為我們知道在今年的大概五月的時候 侯友宜的民調是西烏托是最高的 那後來因為發生了所謂的未要 變成未毒的烏龍案 整個往下滑之後 那在7月23號之後 我們就明顯的看到 因為藍軍的回流 藍軍的團結 他的民調往上快速的提升 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講 他大概提升的幅度 大概從六月底到七月底 大概增加了接近六個百分點 那當然我們的內參民調是不公佈的 但是可以看到 不管是各家媒體做的民調 包括昨天公佈的媒聊電子報 他現在是些微超越柯市長 但是我們絕對只是認為 目前我們是藍營的回流 我們還要繼續的加油 那藍營的回流的比例 所以最新的民調 我們內參跟這一份電子報 都是差不多75%左右 那我們希望我們持續加油 能夠回到80%以上 然後讓我們雜音越來越少 讓我們的團結力量越來越大 我們從來沒有跟進辦所謂的不同調 因為進辦的人都是我的老同事 那所有的進辦的重要的幹部 跟我們黨的幹部都是二合一的 不可能有所謂的自己打自己的不同調 那這樣子的一個謠言 我們不知道從哪裡來 那我跟金平署長常常導致聯繫 那一天正好我們也約了 有談其他的事情 跟這個沒有關係的 結果我們也真的是感到莫名其妙 哪裡來的這樣的一個新聞 所以我才會說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無中生有惡意造謠 其實它最大的目的就是造成 藍營的困擾幫綠營的忙 所以我們再一次的希望 我們所有的媒體真實查證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團結一心 大家就是努力的把我們的總統大選 把我們的立委選站做好 主席怎麼看昨天這個 昨天這個考試會說 潘亦權已經改過來支持侯友誼 不過後來就是 潘亦權馬上就說絕對不會支持侯友誼 那是潘亦權突然改口 還是黨上沒有掌握清楚狀況 有關考試的案件 我們通通都尊重考試會嚴正的處理 主席那你怎麼看就是他說 額勝峰議長退黨之後 還有他發表對於他不挺侯友誼這個態度 他說你都沒有打電話給他 我已經說過 對於所有考試會的案件 我們尊重考試會嚴正處理